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James啊, 你历史性开班 是的, 第一次在新频道 是不是与大家拍 reunion 见到市场钱是否太多呢? 没错, 我认为市场中 有些是聪明的钱 有些是不是聪明的钱 大钱的流向对新闻流 和股价都有直接相关关系 我就想和大家釐清這個關係 不過Dennis,你之前搞港座都差不多一千元位 為何反而這次是震撼價呢? 因為跟James首次JD合作,雙劍合璧 再加上2021是一個百年難得遇的大週期 很希望跟多些人一起分享 據聞你們的基金開張了個多月 已經有超過兩成的回報 快要過年,是不是都會派一些利時給大家呢? 沒問題,絕對可以 希望到時大家多多支持 還說會一次過爆了基金的持倉 幸好,我們可以派10隻 和大家牛年一起贊 大家好,又來到星期三的五市新戰線 今天當然繼續有我的季節 今天我們白色很適合 不好意思,因為今天懶得戴衣 還想問你,為何剛才的宣傳片 James那些這麼荒蕪 現在你又穿成這樣 因為穿回你,你看你今天白色多襯 我現在脫外套而已 還有一個開心的時刻 我們又響亮店 為何是開心的時刻呢? 就是近期港股大牛市 沒錯 正想問你就是因為 我們有白色的行程 這樣是白色的行程 那不是白色的行程 白色的行程 不要管,總之是開心的行程就可以了 因為連續四個交易日 港股其實已經升了超過1400點了 我很想問一下,真的稀少 究竟這個大牛市有沒有嚇到你呢? 因為往常我們遇到那些什麼大時代 很流行的 當你看到一個全民街股的時候 就是提醒大家要戀一戀的 你覺得這個勢頭到嚇到你的level沒有? 又沒有去到嚇到的 不過很多現象都已經出來了 譬如說那些問題 就是譬如舉個例 就是科網股 Seeson,ATMX我買光了 然後應該怎麼辦 還有嗎?現在這些高位追 有啊,有啊 有這樣的問題 我說不如你去買J吧 這樣而已,唯有這樣回答 另外就是開始有網民罵股佬 很多啊 是嗎? 有很多 我看近期的市場好像挺開心 好像為大家 不是啊,網民交股佬 那種 我明白了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他們賺到錢了 是的 也都自己有些心水 知道應該入什麼股份 沒錯了 那就是開始是提你啊 提回你啊 或者是 就是 那個氣氛上面 其實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呢 你說是否去到嚇到呢 那其實這次浸來講 我想很多股佬都會有這樣的分析 就是有點像那時的大時代 錢浸下來 北水不停浸 不停浸大市的成交 一直這樣衝上來 那我就會覺得呢 那我就會覺得呢 就上三萬點也好 三萬一也好 其實就不會說太久了 就是因為它是一大堆大媽錢 一路浸下來的時候 那大媽這件事是一個很特別的動物來的 就是呢 它是不會很錯的 它是會走的 是的 就是它不會說 走去呢 大媽買了700之後呢 和你保持一年 這樣再慢慢看 它不是這樣的想法的 那所以呢 就是我就在看那時 究竟哪時哪秒才開始叫做休息 那我都不是看它回 我看它休息而已 那就是 那今天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在休息 因為下午的市況呢 就是五個字嘛 馬雲出來了 沒錯 馬雲出來了 重要是如果大家有留意著 今早呢 其實它收窄到過心裂一裂 剩下三十幾點升幅 打算是否正如你所說 北水也要休息 但是它下午是否因為馬雲出來了 這件事現在又升到過百元 厲害呀 一個人走出來 他也和我一樣 就是呢 你有沒有看一張照片 我沒有看到 肥仔了 他有疫情肥 其實躲起來了 他是去吃東西 大家想多了 以為他又被人抓 我想他困住了 我都沒得做運動 我不知道 他又肥仔了 一下子帶了個鞋 上了七十幾點 也挺厲害 一隻阿里巴巴已經瘋了 沒錯 大家一定要看他的那支棍 是的 我也很慶幸自己 昨天的決定 是留下阿里巴巴的 沒錯 那就 沒得說的 就算你 我覺得大家面對著這些事件 怎樣也好 即是施神這樣 他沒有走 你走了也好 你不要怨自己 你不知道 是的 因為我為什麼沒有走 都是猜的 我怎麼猜到 大家是炒馬雲出來了 這件事呢 是的 你又知道 大家就是肥肥白白的 又沒有商規 又沒有被人 再繼續軟禁 好像很好地地 所以就炒上來了 就是這樣而已 今天還要處理那個問題 是不是要吃 嗯 這件事我都想問的 因為馬雲出來了 你明天不會馬雲再出來了 沒有這些現象 只不過氣氛可能會好一點的時候 你就看下個位 看多少 Kelly都問了 300元會不會是可以到 下個位就很簡單 11月24日274元 就是這個 這個位 是的 這個位 274元就看著這個位 永遠一件事 政治事件沒得猜的 看技術位 一定是的 就是你面對著 什麼美國制裁也好 中國制裁也好 我都是看技術位 就是不知道的 怎麼去做 所以這陣子 我想大家也都去 慢慢去演繹 應該他走了出來 我想連坑魚學家 他都會去看看他的相 現在怎樣 應該有很多話說 還有又快要農曆新年 我覺得隨時又貼一貼 牛年會不會惹到這些官非 沒錯 看他是不是面色紅潤 剛才看上去就挺紅潤的 所以似乎 股票也是肯炒一下 那可不可以用一些 比較傳統的技術層面去看呢 因為我看到大家 都是不停問這9988 沒錯 會不會例如明天多一棍呢 那源於你現在下午才剛爆出來了的事 那股價都出來了 那現在一直都在試高位 見過高位是264.2 那現在升幅都超過7% 只要我自己想的 就是看開的美舍技術走勢 在4點之前 他一直都在試高位的話 那就死錯了 不走 就是每一天有 近幾段時間 又是兩三支陰燭才離開 那所以 你就看著我剛才所說的270多元的位置 那 再後面那些形勢 或者之後是怎樣的 你因為9988 我沒有辦法跟你說 分析任何的 關乎於他們本身的基本因素 因為基本因素是什麼 就是淘寶的貓 都是那些 而且沒有變過的 沒有變過的 之前是純粹因為馬雲害怕有官非 沒有變過的 是的 而且那隻螞蟻 都是完全不知道怎麼算的 就是完全沒有消息的 所以現在叫做 在最壞的情況好一點點 那它就會跟回一點點 那大市始終是3萬點的 那它跟回一點點 我覺得不是很奇怪 你說這秒鐘再炒下去 坦白說 我那個的想法或者那個興趣 就不是大得那麼重要 嗯 就是追就反而沒有興趣了 但是如果有些家庭觀眾跟我一樣 還有一點點在手的話 就還可以等一等 看它會不會開示 你的技術層面上面 看著的274元 沒錯 它如果強制破的 那我就追一下牛仔 再看 還有如果是這樣 可不可以憧憬北水層面 因為原先很想和希少討論的 就是北水 你看到連續兩天 那個淨流入的金額 已經是打破了港股通 開通以來的紀錄 沒錯 還有我就在看一些 很多報告在那裡 就是好像中金都預計 未來3至5年 是在說每年 就是大約都有2千至4千億元的資金 去流入來香港 究竟這件事可不可以變成新常態呢 但是正如你所說 我們是不是那個很被動 我覺得 就是跟著那些北水怎麼走 就是去炒股份 那樣 我就不是很喜歡這樣做的 我呢就是喜歡 就是買定買一些股份 接著就叫做 就是放在那裡等你的北水買 我是這樣的態度的 那所以呢 就如果你不斷跟著那些北水去走的時候 有時挺被動的 就是呢 他們那種心態呢 就是真的挺看圖的 因為技術破位肯追上去 好像炒外匯的 好像炒外匯一樣炒 因為股票不是這樣的 股票你是佈著一些位置的 那所以呢 就是我的心態上面 想就 譬如說恒生指數上到3萬多點 其實呢 我就建議大家 你有些貨 就是我面對著的問題是這樣的 就是前幾段 就是上一集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到 股份太多錢太少了 沒錯 有啊有啊 現在去到問題 買一下買一下 就是我發覺倉有十七十八隻股份 嗯 有些呢就是美股來的 那我怎樣盤算呢 喂不行啊 即市呢 即現在一衝衝上去3萬點 路上3萬5百 3萬1千點 那我就很過癮了 是 但是如果你說呢 有一下半下 跟著呢 就走去 就是會有些什麼回調的話呢 我很領悉 我走不及的 是 還有有機會這一轉星 這麼急回調又回得快 是的 那跟著呢 那我的cash的比例上面呢 剩下多少呢 剩下3個percent 我買97個percent的貨 所以呢 就有一件事呢 我就做不到的呢 就是通常傳統裡面 那你就買一些 沽倉去做些對沖 那我買7500也不是買得太多 只有3個percent的貨幣 那我沒理由剩下7500 傻的嗎 是 那不合理的 就是做少少對沖而已 是的 但是我想做我就做不到 那我就唯有減這些磅 那我減磅呢 譬如說 大家 我的重倉就是2333 和101 101是肥仔 2333浮沉一點 昨天吵死我 是2333 那我想大家都可能會有同樣的問題 那我就會建議大家呢 就是你在 我整個十幾個 number 那我也有好幾個 我是吃個壺 然後保留一半 是 就是留些少貨 是的 那留些少貨 那如果你吃過賺過錢 那我就放心一點 那 但是如果你裡面的 number 全部都是新買的 就是呢 你走去新速速 這樣 還要衝進醫療雲 那你就自己小心一點 就是呢 那市一逆轉起來的時候 不會太多的 我估計都是四五百點而已 那你想一下你的磅會不會走 走到你整個人便宜了 那這部分來講呢 我就開始減了一些 譬如說這幾天我減了839 就是很久很久之前的那些磅底 是 我扔了一隻醫療雲 然後呢 就是 1490 那就是我爬 我是在輸錢的 哦 這些股份都很散啊 是的 是很散 有些新股來的 然後呢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找位子走的 是 那些散修修的 我就扔走 不留戀啦 因為市場那麼旺 是的 那你就開始分回你什麼是核心持股 譬如說我們101 現在是 堪稱 堪稱是由達哥 升到達爺 現在是達神 是的 然後我們核心持股 2333我是重倉的 但我都發覺 咦好像上來上去 不如看三十元 我都扔了一點 就是你要有這些這樣的部署 是適宜在近三萬點的時候 你做少少部署 減少一些磅 這樣做會好少少 否則的話 就是 你聽完新頻道 喂大哥 10點鐘有一堆號碼 如果1點鐘又有一堆號碼 是 你買了買了很多東西的 那就是 你現在不覺得有警覺的 因為市場漂亮的 但是一路升警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不如這樣少少 是的 通常市場都是這樣的 什麼時候才有警覺呢 觸摸 我不是想實現的 那一天市場急跌差不多成千點 大家那個警覺性才出來 是的 但是大家持倉隨時 如果遇到這些大回調 那個盈利是可以突然間沒有了很多 是的 所以為什麼經常都叫大家綁穩安全帶 那既然稀少倉有些美股 那我也順便想問多個問題 因為其實後任總統拜登 今天是1月20號 大家都在等著他 就是當地 星期三那個時間 就是宣誓走職的了 但是高盛呢 我看到他們 看得很好 因為他說 雖然美股回調的風險升溫 但是現在才是牛市的初步階段 他形容做 建議逢低就買入美股 但是美股說真的 已經是真的升了很多了 這一波行程 是不是真的可以港美 大家一起走 就像你的倉一樣 港美齐升呢 港美齐升就不奇怪的 只不過就是升幅 升勢所有事情 就是你的大勢 其實一直 比如說你計算 在1月份 港股炮仪美股 是 我們叫做 但是到現在 這一秒鐘 你還可以說 港股美股一起升 美股也是升的 不過是很少的意思 問題就是 高盛所指的一些 美股的升勢 究竟在哪方面去呈現 比如說 你說美股那邊 昨晚那個 焦點就放在耶倫媽媽那裡 爺媽出來之後 就會覺得 有一樣東西很矛盾 他又要說 我們需要做一些 大規模的自己經濟方案 是的 但是他又要強美元 是 他說完強美元之後 他又要鬥 然後就說 不如回市場決定 市場要決定 你現在這樣印銀子 我就沽爆 沽回你的美金 是的 所以他出完 強美元的 topic之後 美匯指數就上不到92了 上不到92的話 我就release了少少 我覺得它鬆綁了 就是 因為美匯指數 穿93.6 就是轉勢的 大家都看這些位置 轉勢的話 你強回美金的話 港股美股都有些害怕的 所以 這陣子來講 我們起碼少了 不明朗因素 拜登那裡 你看今晚 很多人都會問 一件事 究竟會不會有怕炸彈 有怕些什麼 如果你害怕的話 那我就叫你 你不如就不要賣任何股票了 因為如果你在說 你害怕黑天鵝 即是不要加倉 你不要加倉 但是 如果我要一直在預備著 整天都在預備著 黑天鵝走出來的話 那你這些大牛市 你完全捕捉不了任何東西 所以我就不是說很特別地去準備這件事 他出來我才算 大家齊齊齊不行 所以暫時我覺得風險上來講 又不是說真的高得那麼緊要 其實 還有 那個政治大環境是叫做清晰了 還有 整股港股走上來 大家要分清楚一個大圈圈 就是 為什麼那些北雪不停地衝下來 就是 恆生指數是在做十幾二十年第一次大改革 是 真的 在說真的藍醜那裏 藍醜那裏會變成65隻 接著80隻 那大家 我們前幾陣子還說 衝敬多了 都很候選佳麗的 由候選佳麗那裏 批那些美女出來之後 就開始撩起所有氣氛 然後再有新股 一路一路的 就穿上來 所以如果你說 突然間恆生指數的 即是諮詢結局說 我們不改 那就大件事 那就麻煩一點 否則的話 那個勢呢 暫時 還是挺漂亮的 好啊 那似乎聽嘻笑的好問 即是相對樂觀 究竟一眾的強勢股 還可以怎樣去選佳呢 除了現在聊天室 大家都很關注9988之外 藍籃籌股其實都有很多隻可以看的 今天破頂的股份又很多 例如我都可以數給大家 我只是看藍籌股 陽明生物 新州國際 安達破頂之後就到跌了 平保都破頂 美團就不用說 瘋了 現在和阿里巴巴一起 港交所 其實昨天就晉身 我們叫啡底股 因為500元 今天又繼續有追捧 因為北境那個 成交實在太厲害了 沒錯 你看看已經2000億了 就快了 現在就穿穿地2000億了 你自己真的有沒有覺得 在這些 又有少少害怕高位震盪的市況之下 是不是真的追一些比較大的 南籌破頂股 還是你自己有另外一些 選擇 如果大隻那幾隻 我就會圍繞著騰訊的系列去做 如果還追的話 那就是因為很明顯的 那個勢是 我不知道馬雲出來了之後 整個馬雲會不會好一點 但是700年代 它有入股的公司 包括什麼呢 京東388月 去到80832013 一堆都是騰訊系列的股份 其實都相當之多錢 那其實我想還有堆錢 其實大規模 由阿里巴巴不斷移過去 那我就在觀察 其實是不是會回頭 但是坦白說 就算馬雲出來了也好 你不可以說它的政治風險 突然間減低得很厲害 所以 如果這陣子來講 我覺得 那個市原先我以為 上到三萬點 如果真的要推上去 三萬一千點 那個例子 很傳統地去想 應該是內銀 內險地產的落後股份 會回上去的 應該到他們 應該到他們 但是我又發覺 我現在想一想一想一想 都不是的 夾來夾去都是夾過幾隻 它真的可以不升給你 真的可以不動的 就是939經常問我 我都是看六個半 完 我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沒有東西看的 其實是 所以這陣子來講 如果你問我大價股 我都是圍繞著這些股份 但是很多隻 都是 你有貨的投資者 其實我會建議你 開始 吃一點點 把利潤 放回衍生工具 你做一點點 這樣去做會容易些去部署 如果你新買的 其實我都是去看一看 試一試一些衍生工具 好 這方面可以試一試 另外一方面 都可以給大家一點甜頭 因為我最不遲 我剛才在Off節目的時候 有跟希少說 因為我之前高位 就放了京東賺錢之後 拿些錢去買其他 我打算說 其實追落後 現在還未破頂的京東 我剛剛做節目 就買不遲了 但是現在開始追到 快要破壞這些勢頭 367.8 那這些還有沒有位置吃呢 因為對比起 美團 騰訊 其實他還未破頂 我覺得可以追一下 其實都可以試一試 380元 那你吃了糊 為什麼不買果欄 回來請客人吃 我經常都請客人吃東西 好 好 還有我本身 我拿些錢出來 我買了其他東西 現在在高位的時候 其實想抽些錢出來 我又放了幾隻股份 其實現在有些資金 令我也想追回96100 但是現在已經很強勢 大家就看位了 看看會不會真的 嘻笑說380元 380元 看上去 是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它是0044一隻強一點的 因為它沒有跌過下來的 其實 就一直保持在強勢 但是如果你說 這秒鐘追的 就是ADMXJ 說真的 我又覺得 要我買回頭 我都是1810 以及一隻京東 因為其他股份 都是破頂 破到媽媽 免得 而且那個頂是股 而且 700 雖然大行都是這樣寫 700 700 700 但是那個稅位 又不是真的多 都那麼緊要 而且它的波幅太大了 現在 你看它700 它可以一天跌30元 是的 還有那個 那些牛仔又出不及 也不知道怎麼搞 有時候也是 是的 這方面大家就 留意一下 但是有很多 網友 好像有留意到你 近期很旺 那就多問 記者 版塊 還有股份 因為你有說到自己 這類網友 我真的覺得 什麼時候都是 即時通訊是很好看的 沒錯 有些人又看到我喝咖啡 有些人又 留意我的頭髮 然後我說 咦 通常我們的聊天室 都是很開心的 所以大家 我希望大家 賺著來的時候 又可以聊天 那就賺到笑 你剛才有說到 你的倉 例如最大那兩隻 除了今天 真的非常好的 生物科技股之外 車股就是佔比2333 比較多 但是昨天 在大升市之下 那些車股表現不濟 今天有個別 又可以 標上來 很激動 因為我見到 多少人問車股 那我們就不如看看 這個版塊 吉利高開接近百分之七 之後 曾經急升 就是接近一成 消息就是 因為他沒有企右利 簽的那些東西 這次是跟騰訊 之前說完跟百度 那跟騰訊 都是合作開發 就是智能駕駛倉 和自動駕駛 都是跟車離不開的 雖然大家說 是沒有公司 但我覺得你遲早 大趨勢之下 都一定下到175 你自己選了2333 是不是沒有選到吉利 你又覺得現價 那個部署的空間 怎樣去選擇 我先看35元 如果你純粹很快的回答 這個股價 逐級看著 因為吉利來講 我又有少少覺得 現在的消息 似乎是 都挺為股價行的 第一隻為股價行的 當然是2238 即是廣棄 擺到不明是做 那架上去 然後散 即是可以擺到一邊 原來是兩粒電 可以這樣 原來一粒電 就可以行一千公里 一粒電就可以快叉 然後死 整班人都用 另外吉利來講 為什麼我會覺得 好像那個勢 未必真的強得 我可以錯的 記住 先戴頭盔 就是 它現在的車 就好像我們 在組裝一部電腦 那樣的 CPU 是Intel 那一粒RAM 是Micron 螢幕是Sharp 那它現在組裝的車 就是 中控系統 就是百度的 因為它要智能駕駛 然後後面的裝嵌 就是富士康 之後 現在是智能倉 那座位 就是用騰訊去做的 那我就覺得 其實 到最後 到最後 又是那輛車 說真的那句 那我就在想 你買一輛車回來之後 你還要分回一些 給騰訊 還要分回一些 副士康 還要分回一些 給這個百度 整件事 好像很厲害 還有那些消息 其實不是今天才知道的 說真的那句 它是逐天逐天擠出來的 它每天擠出來 又很好炒 挺過癮的 所以我感覺上 這方面來說 175 你未免都是很想做的 股價上去 正常的 我明白的 管理層 我覺得 看法上面來說 為什麼我說看35元 它一下子可言 明天 或者今天都衝破了 你才逐級 慢慢看上去 因為後面那段 我覺得它擠一些消息 去支持股價 是的 這輛車什麼時候才出來呢 有牌還未出來 有牌 有牌 好像Apple Car 那樣 是的 但是記住這件事 我這個原因 聽上去我是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你不要顧吉利亞 就去 大佬 即是每天 明天又怎樣 明天我找阿里巴巴 做後面的Car seat 都可以的 你不要搞它 但是呢 即175來講 我暫時是這樣看著 今天還有另外 很多都是 新能源汽車那些 下鄉的消息 就有少少 覺得又是翻炒 味道多一點點 嗯 即是翻炒的味道多一點點 又不是真的有一些 新的消息 這方面的話 大家就要留意著 而 竟然很多家庭觀眾 對於東風 是有興趣的 東風 是的 看到了 因為489近期 就似乎 我覺得就真的 都是偷偷氣 又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 雖然現價都升超過3% 那 Javik是想問的 他說如果東風回A 其實對於股價來說 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其實一直都是說 那不是第一天臭 同一個故事 就是一直在傳是22元 那個上市價 這樣 隨意都有11 一個人比值這樣 所以 那些人就看著10元 11元 但是 那個故事就演繹了很多次 也都 東風其實前幾天 有課的投資者 都挺猛的 因為他完全跟不上大事 他四肢陰燭 一路下 然後 還害怕 不知道前四個交易日 港股升幾天 好像是 是否要走 很多人都問走不走 我也是覺得 他都有條件衝上去 10元 10元 但是真的只有回A這個消息 還有 汽車股一炒起來 就是 一路都是 還是借東風 行吉里 遊長城 都是這三個 大家不要隨便去買到下面 其實我不太喜歡238 或者其他1114那些 要不你就跟他瘋 就給阿迪 要不就給阿迪 就是汽車版快 你們不要選追陸後那些 是的 那些難一點的 真的會差一點點 古格的聲勢 所有技術 那些東西 除非華臣又告訴我 突然間有個電 但是他明明破產 所以 你要分清楚 裡面的一些新聞 因為我界定 1211是另外一些系列的東西 好 那麼 Honey說 其實 比亞迪 吉里 長氣 廣氣 他真的很喜歡車股 已經走了 那幾錢可以再入 如果真的 因為剛才你也有簡單說一說 其實吉里 你看不是說上網 有很多 短線目標 真的這麼多的車股再選 大家都是問 你會再想覺得現在的 是哪一種 我在猜中 其實就是吉里 會上到35、6元 然後頭頭氣 看看會不會下去 大概 32、3 31、2 差不多 就是近30元 炒上落位 那我才會重新去留意 那否則 如果你說硬要追的話 那就吉里 試一下 就當我錯了 看看他會不會 都是簡直吉里 反而不會是長氣 都是簡直吉里 你重倉都不理他 因為重倉 我是在想到 30元以上 我就這樣放走他 是 你都不看他 試回31、32的位置 是 這樣先做 至於 還有一隻489 我也是在看A股 看有沒有消息 好啊 因為Danny都說 東風站在那裡 要救命 的確 如果你用港股這幾天 那個大牛氣 去比的話 你就會覺得不收貨 抓住這一隻 但不要緊的 我相信大家的投資組合 可能好像稀笑那樣 應該肯定不止擺這一隻 因為現在市況是這樣 很多板塊都這樣 飆了上來 我們又看看另外一個 剛好又是你肥仔的板塊 我今天想和你談的 就是生物科技股 沒錯 很瘋 今天他尤其是 這隻叫做有消息的 信達生物 沒錯 他曾經見過105.2 就是升超過百分之百 創新高 兼且第一次晉身紅底股 這個呢 其中一個消息就是 宣佈了同一間 印尼的生物科技公司 授予一個獨家許可 但坦白說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 都是看他有一個更新 是不是 有東西 有東西回來了 是的 但是你剛才說到的 大家對於港股 股值 甚至是那個結構去改革 有一個憧憬的時候 會不會是這些 都可能是隨時入到那個 即是候選家來學列 這樣 信達大熱門來的 即是他和6160那些 都是大熱門來的 一個市值又開始夠了 而且真的交易得很厲害 即是叫做成交 和那個free flow 比較多一些 那就是我看百二的 這隻股份 所以我是未打算走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除了入 叫做藍酒之外 其實你看近幾段 所謂PD-1 即是標百約裡面那些的股份 依然是多少錢湧進來 挺能炒到的氣氛的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信達 我就會覺得 他始終應該是會有一個盈氣走出來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會有盈利很厲害那一隻 至少收入的增長應該是挺厲害的 因為那些生育很快的 所以至少我用一些時間點去看 就是他應該會有份盈利預告 我不敢說是否起 那我才再去想 即至少你會覺得 基本面看到公司大概一盤數 才去再告署 是的 因為你本身有貨底 即是你說的是加不加倉 我自己就是在想 不是 因為我貨底很重 所以我就是 起碼到那時候才想放不放 是的 如果你說加的話 我看8.2 但是就挺高的 講正那句 即是由81元扯到你上來 其實就是很少交易日 即是那個績是60度這樣上的 是挺厲害的 所以呢 如果再加倉 你就不要放得太重 我明白的 其實沒有都能夠重不重 你無論如何都要5萬元 即是你自己去因應你中間的鑽碼 但是我看到那些錢 都開始會流入一些 譬如說 所謂半醫療器械那些B仔股 即是譬如說我今天推是推2500 是的2500 開始變小一點 新販 做新販 9996都升的 兩隻都是新販 但2500那個叫class 現在是否遲了 現在少少 我們這個1點半的時間 是的 2500其實我看它上頂的 97元 即是還有其實追入的空間 是的 那你自己去因應 因為我又很難叫你 譬如9元 那你試一 都4萬元 500股 那你就先試一手 我就是說你試一手 之後再看 那我就覺得那些錢會這樣去流入 因為PD-1那些就是6160 都不知道怎麼買 然後還有一隻 今天好像升一隻軍神 康龍化成那些 是 康方生物9926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叫做大家一起炒那隻 是的 它又是有新消息的 破了上市的位置 曾經標過一乘四 非常厲害 這個斜度也是這樣 是的 它更激動過一隻大爺 所以就 要是你等明天才買 那我又覺得它不會天天這樣去 嗯 不像那些 好像那些354那些 那些 像那些 SARS股那麼厲害 好 那這方面 生物科技股 大家可以看看 有個憧憬在這裏 希少覺得 某幾隻其實還有一些 追入的空間 大家要留意那個價位方面 是的 始終今天爆的那些 一乘過外的那些 現價追 似乎直薄 沒有那麼高 看看它偷偷氣的時候 才在座部署 但是起碼在2021年 那個季度的表現 還可以有衝勁的空間 是的 那這方面大家可以留意 好 另外波波Anthony 因為它特別 提醒你 希少上次聽你說的 是1308 那它就說 上到20元了 是不是要吃股 現在都在升 握近6% 吃一點 可以 今天呢 我有兩隻股份 我推了之後 就到了目標價 海豐我不是特別推 只不過就是 就是 我會覺得 掉轉去看 其實1199 就是 不是 是不是1199 不是中原海口 你在說1919 1919 是的 航運 是的 它昨天也是嚇到人 大聲市的時候 但是它大跌 今天又好像不太升得起 其實兩隻 我都覺得其實應該是OK的 1308 去到20元 我會選擇一些糊 即是怎樣都好 如果你只有 一手半手那些 那你繼續看 那些運費是沒有變的 是 就是這樣去看 另外一隻 就是 我認一下 這樣 就是 6098 上去70元 不如放少少 嗯 即是這隻 又是食股的股份 是的 那就不要 不要走光 因為現在很猛的 走光的股份 那就 就是 都升得差不多了 那你就開始做一下 好 那如果是這樣 前途說了好幾隻 都是升得差不多 要做一下 但是說真的 有沒有一些 因為大家看到你近期這麼忙 就馬上很想問你 就是拿禮物的 就是 因為現在好幾隻 都是升到高位 連我自己看著自己的投資組合 都有一點點覺得 永遠都是逐步減持著 你明白嗎 就是逐步吃虎 就是說得好聽些 但是有沒有一些 其實還有小拙資金 是真的 你在現價位 覺得大家值得去試一試 你可以想一想 就是 那兩隻號碼 一隻是2500 另外那隻 就是1798 大唐新能源 那就 除了跑拜登之外 那它接下來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個碳排放的 一個交易所 那其實內地 現在都在搞這件事 那在不同的行業 都會有同一樣的一個 logic 就是 汽車 我們就看到 如果你要生產一輛傳統汽車 你就一定要先生產一輛新能源汽車 這個是 叫做 比例上面的問題 還有 如果你要達到某個碳排放的一個幅度 它現在要燦中和 到某幾年 它一定是這樣做的 那就是 其實呢 如果你的傳統汽車廠 是要買Quota的 是 Tesla 以往那麼肥仔 為什麼可以賺到錢 就不是因為它賣汽車的 是 其實它就賣了這些Quota出去 因為它一定有很多Quota 因為它一輛傳統汽車 都不用製造的 它就賣了出去給其他廠 那就賺了很多錢 那現在呢 1211就有這些 這樣的利益 另外在發電那裡 一樣 都是要這樣 那些風電 或者不同的 它就可以賣出去 那就有一個新的股仔 那還有呢 始終今年呢 那個裝機容量的所有東西 都是看得挺快 和挺多的 那所以呢 就十四五規劃這樣去看 那就是 這隻股份上到這些所謂的高位 其實呢 就真的 都還有得去一下 我看兩個半先 嗯 近幾段你會發覺 這隻股份 就炒得沒有那隻916那麼瘋 是啊 就是小家庭觀眾問 那隻916就很多的 是啊 大家炒風電就好像專門看 是啊 916就因為多一個股仔 就是它現在在A股裡面 買了一隻平裝能源 那就因為 其實這件事是國家任務來的 因為呢 平裝能源就是那些ST股 就快收皮 不知怎麽算 噔噔噔噔噔噔那些 那些 916麻煩你給我收它 那但是呢 收了它呢 就會原本呢 對於龍原電力來說 未必完全是一件好事來的 你收一些爛資產回來 其實盤數不漂亮的嘛 但是呢 就變相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快的捷徑 它翻了A股 就是如果你要那隻ST股 是 令到它不ST 是 是 是 可以是 不用蝕錢的話 那龍原電力 你就感覺一些漂亮的東西下去 那你感覺一些東西 整件事 就翻了A股 人家175 等了一整半年 都翻不了A股 現在呢 916就噗噗噗噔噔 就翻了A股 那就扯上來這個股仔 那它又多這個股仔 那但是龍原電力呢 就不是 就是 60度 80度 那樣衝上去的 是 那這些你自己來 我就很難 那些行就覺得已經是太貴的了 還有你自己都不會博的股份 是的 那如果反而是大唐新能源 你就可以看高東 是 輕輕的聲勢又落後一點點 兩個半 是不是 是的 最終極 那些人是會博過它有私有化的 是的 私有化我不說出來 我不知道 那你就忽發其上 可以想想 好啊 除了一隻 驗零零 可以看前高位 97元那些位置 而另外就是1798 大家要抹下 大唐新能源 也可以上網 就是兩個半 我們這些位置 那既然說到能源相關的股份 都可以幫大家那些之前熱炒的 光復類 或者玻璃相關的股份 其中 Timbo是想問 3868 因為呢 其實968 也算是開了一些車 但是信義能源 好像真的 近期 是 落後一點點 現在都升超過3%的了 它5.36有貨 現在在牛的市況下 它還在捱价 可能心情有點忐忌 是 同一個故事 在信義能源 就是更加多 因為它不停地 它還要有一個叫做收購 無公司資產的概念 所以 還有它就吃正多些 因為風電 你不能夠大幅加到它的裝機容量 因為內地要大風的地方 其實是緊了的 即是你發掘不到 你光復這樣 你現在伸出在樓上 都可能還可以裝到一些板 可以吸到太陽 玻璃的需求 可以驅升 玻璃可以繼續這樣 可以這樣 信義能源是可以的 但是 我不知是否之前 甚至是炒得太瘋了 它之前那一刻 割韭菜就覺得很快 這樣 今天叫做回穩 好一點 真的看上去 就看著 5元做自己的事 你現在買 試一試它上去6元 這樣做 它現在我覺得 就不要太看它做一個收息股 因為那些息都下來了 好 即是不當它是收息股 但是 炒6元 是的 這位家庭觀眾 亦都可以看著 6元左右 這些位置 其實都有錢才可以賺 不需要大概 短線 升不起心情 就這麼忐忑 有家庭觀眾都說到 保利協鑫 30000 很瘋 早幾天 今天還可以在高位 見過2元01先 現在就在2元關口 邊增持 升幅還有半成 這是大家之前已經說的 在光復相關股份裏面 它就 即是那些什麼 炒味 龍蝦少 是不是 不是龍蝦少 那就是瘋 是的 但是這隻 大家 我又聽到 忘記了哪些嘉賓都有說 我不放著 是不是真的還可以擺呢 但是 你看一下你的憧憬如何去看 因為它的數字就爛了 大家都知道 是的 真的不是炒基本面 是的 那就是 基本面那裏 就多樣東西 就是它配完股之後 開始就走 嗯 它配股的動作就是 增加生產線去 就是叫做 擴張它那個 叫做 果粒龜片那個 就是新技術 不是經常都說炒新技術的 嗯 所以市場就會有一陣的憧憬 但是就 就是上到這些位置 就是 你說突然間它炒多11%上去那些 我就覺得很不奇怪 因為炒是挺好炒的 是 還有現在炒它的那個 就是轉圈 那所以呢 就是 你只可以試少少 因為這隻就可以真的試少少 是的 反而這隻是可以炒 真的可以試的 真的可以試 因為很容易炒的 我也炒了幾個轉 好 突然間出了入入 是 幾個小時那些 是 因為它一千股一手 只有一個九毫七 批一萬元下去試 這樣 就是你不會嚇嚇 一二一一 嗯 十五萬 怎麼辦 就是我的理解 就很斯拉 那樣去看 就是入場廢 這個故事就沒有變 都是同一樣炒 同一樣東西 好啊 那這方面大家要看得確實 真是當它短炒 就去做 教委方面部署 或者是做止褫的時候 自己就看得緊一點 那說完這一隻 就是可能比較短炒的股份 說回大籃籌 是 因為呢 今天有隻大籃籌 就不吸力的 其實呢 昨天就穿了高位 但是今天都有家庭觀眾問的 有幫 為什麼跌這麼多呢 現在疫市呢 其實跌超過3% 但是呢 恒指已經升回差不多接近200點了 是 是不是去到昨天的高位 109.3 又是時候 就是偷偷氣呢 這一隻稀笑又怎麼看呢 偷偷氣而已 我也覺得 又不是特別地覺得它是 就是 有什麼轉勢 玩完 有幫幾個股仔 一是買它中國的股仔 二就是買它本身的生日業務價值 開始叫做 穩定 那這些這樣最主要的原因 那 但是其實整陣子升上來呢 另外一個後面的因素 其實那些內險股這樣升的 就是那個環球的息率見底 內地的息率其實是上行的 那對於內險股來說 怎麼都會好一點 因為它買了一些債的 那它就可以收多一些利息 這樣的概念 就是它的產品吸引性好一點 那就一路這樣衝了上去 就是上到這些位置 譬如說今天回回4元呢 我覺得是一些正常的獲利回套 我又不是說 除非你真的很高追 109元買 否則我不是說太擔心今天的狀況 其餘的內險股今天都會回的 普遍來 但是內險股因為沒有那麼吸力 這隻有幫算是再厲害一點的 只是平保破位而已 那叮噹股神經常問這隻有幫 但是又沒有說到自己又沒有貨 那如果照你剛才這樣說 你看得它又不是太差 今天純口氣的話 都是看百二 那就是其實有追入的空間 但是沒有標價就百二元左右 是的 那今天你首先這樣跌下來 那我未必會入住的 你看明天 就是回升一些 那我會買一些 這樣的形勢 因為近來是什麼 我們要計算機會成本的 那它又跌一天的話 我其他股份的話 就輸了很多機會 是的 的確的 因為剛才也有形容過 現在那個遊戲衝天 又不是說你打開 每個人的股份都可以賺 你想想昨天 如果大家是車股重倉的 看到 就是 是 是 如果這一回合 不是放多少少 在新經濟股份裡面 就是 是的 整個股份 我就會覺得 就是 看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也是在做這些部署 那為什麼我要減少這些數目呢 就是 我就是 除了一百零一之外 我入高三就是想炒一隻快手的 是的 那就是 要預備一些資金 是的 要預備一些資金 那你就看看市場 升到近快手的時候 又怎麼樣 完全沒有東西 那就繼續炒 郭武姓平 但是我就在想 應該會有些錢 會所謂的利潤 留些錢去抽一隻快手 好啊 那就是新股市場 大家就可以 看一看 那另外 有幾位家庭觀眾 突然間 今天打到個號碼出來 是問一隻 788 788 是不是其中一隻 會虧了那些時間成本呢 它都是彈了一天的 今天就 在那個位置 偶著偶著 這樣 滾一點下來 那他就說 今天會不會是一個 徒生門 788 我覺得 好一點點了 起碼 941 都叫做炒上來 後面其實788 之前那陣跌 都有少許是因為那些黑名單 因為其實 他的股東就是中電信 中聯托 和中二道 那一路射了下去 那現在他初步恢復了 我就覺得他有些力 會翻上過四的 但是買就不會買的 過四有些距離過 其實都要升幾多下 沒有錯的 所以就回到這些位置 那我就覺得 有些力的 沒有貨的投資者 絕對不會買 但是你有蟹 通常都是蟹貨的 那你不如可以 去等一等 即是你由一個二毛半上過四 都有一些幅度 那你現在 OK你走出來了 那你下一個問題 你當然要問我 我給你什麼股份 那剛才那兩隻 是剛剛你心水 那你不適合你心水的話 那你就坐一會 這樣去想 好 另外 繼續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問題 我看到是有之前的 封眼股就是981中心 那這一段呢 其實它跟9411一樣 是真的彈得很多上來的 還有是北水買得多的股份 因為我看回最新資料 就是已經是北水那個 持倡的幅度 本身是低單位數 不知道好像一兩個percent 現在是買到去兩成了 那完全是靠它 吹起了中心的股價 但是今天就輕微偏遠 正在做29.35元 那這個家庭觀眾呢 它30元有貨的 咦 那它終於捱得上來的 那後市怎麼看呢 用不需要去到這些位置 已經是叫做差不多呢 我就覺得會慢一點點 就是如果你看位去看 我就會看著 32元左右 就是之前那個 下回來的那個高位 就是反彈那個高位 那這陣呢 它就炒著那個8吋 10吋和12吋的晶圓 那個短缺 其實是基本因素來的 那接著呢 就久不久也都會見到 就是 我想又要是夾著這個 拜登那個行程呢 就覺得 都會有些東西是鬆綁的 那所以呢 就 那我就覺得 你值得去看多一陣 看多一兩元 就是無論你是蟹貨也好 你是自己 在低位部署也好 我也覺得可以等多一等 好啊 那這一隻就 還可以等多一等 就是有機會 起碼賺少少錢走人 就是不單止是回家鄉的 好 那另外一隻股份 很適合買住來等的呢 那些家庭觀眾都說 也都我本身今天都想問 稀笑而已 是 三八八 我們可以看看這位 Danny 形容 其實他覺得 看你認不認同 港交所這些就是 每次跌都要買 他說不單止你知道 我知道 對面的單眼路都知道 誰是單眼路呢 今年他就說 很多東西都回來香港上市 沒理由就不買來旁新 那三八八又真的夠瘋了 剛才我們 我也有形容過 他現在是非底股 要形容他 但是挺有趣的 我覺得 有一點大家值得討論的 有些大行馬上衝出來 他股值甚高 其中是摩通 他就說偏貴 所以他本身是說他爭持的 一降到他中性 不是大家再蜂擁賣入的階段 但是他也有調高的目標 因為之前看得太大 現在調高到500元 如果按照他這樣說 其實500元也有些支持 是不是真的 好像你說的 你盯著快手 那麼多錢衝進去 其實還可以看得不錯呢 你快手來 反應很厲害的話 港交所我想還有一股 但是他很急 這100元升得 就是由400元上500元 那我就覺得 要給他多100元 就是如果譬如說 我500元 銀張啡底子出來 去買的話 那我的目標 就應該起碼要設600 要不然直撥空間沒有 因為我成本這麼高 但是要600元呢 我又覺得 那真的要小心一點 如果600元的市 突然間會扯上去33000元 那你就試過恒生指數頂了 要這些市況才會出來 那我覺得 直撥空間的問題 我不會這樣搞 就是你買一些 怎麼都會回的 你不要當它完全 一美那麼衝 它之前呢 都會搖搖搖搖 搖搖搖 搖了很久了 是 這一段 大家如果重點猶新的時候 大航報告那些看法 那些市場就開始不看了 因為摩通都好一點 高盛呢 360多元叫人沽 那時候 是嗎 他改了四次 我想那個分析員 被人罵死 就是 改了四次 就調整到上去400多元 現在 那他都是銷售的 繼續那個 rating 但是他就迫著要調整 是 因為他已經升到這樣 不停在那裡告訴大家 就是說很貴很貴很貴 他開頭還是說 那個成交金額 是已經見頂 那就錯了 現在的成交金額 還要三千億 那你就亦步亦出 看著那個成交金額 那500元的港交數呢 你的成交金額 是要好像維持著 這兩億那麼厲害才行的 如果不然呢 其實它是真的挺貴 支撑不到的 我就覺得呢 你佈著一些位置 譬如說500元 你看480元左右 有時候都會回路的 很少而已 480元 然後炒一下520 炒上落 我會這樣做 再這樣硬高追 有時候我覺得有點無謂 好啊 那算是高追 港交所呢 就不是稀笑杯茶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 三千億就是歷史新高的成交額 正如稀笑說 不要每天都有 那儘管看看 二千億的成交額 是不是一個新常態 是的 因為今天現價呢 其實暫時都過了二千二百億的成交額 如果你是長期三千億的 那我就回去了 是 那沒辦法了 你去到玩到這樣的 那些北水要湧下來才行 是湧下來 那我沒得說 湧不停才行 這一點 那大家可以參考 那最後說到一些SARS股 今天聊天室都很踴躍 在這裡討論一些SARS股 那除了8083 我們先幫Colly 因為他就想問一下微萌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近期升得最急的SARS股 這些沒有貨的 看著它升 沒有了 沒得追 那減不減呢 上網多少呢 減就是一種騰訊那種減法 或者是港交所那種減法 就是微萌 原來你是有六手的 你減到兩手就減了 但是如果你是只有兩三手 你就繼續坐上去 繼續看一下他 究竟他瘋得幾時 那就 微萌來說很神奇的 這段時間 沒有理由不配股的 就是這樣 那你貼它有機會會和 如果按照你這樣說 我就覺得它會傾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拿 人家也看到它這樣升 怎麼拿 所以就看 現在沒得看 其實你很猜 看上去30元 你唯有是這樣看的 但是怎麼買 買不到 如果你說現在買的 就是我喜歡那隻8083 我自己有的 8083 你起碼都可以等它 有時候真的會回到3.6 你試4元以上 那些位置開始小一點 好 那就可以這樣試 那就是 以那個追入的空間來講 潘虎少也覺得 大家熱烈討論那隻8083 都還有些少的空間 那2013就看看大家遲貨 會不會真的可以做回 減遲些少 或者那個 吃虎吃些少 那些營利在袋 那還有的 還有的 Kennie問的 那就是21500 E度 那看不看好呢 因為我近期聽到 好像很多 有之前炒這一隻 或者抽了的 都是賺了錢就走了 是啊 21500我也走了 那水位上面 就不太多了 我看的是 比如說你65元賣 我就看上市那頂 70元先 那接著就 要湧一下那小 看看可不可以 是 穿頂才可以再看 因為如果你計 那個估值 所有東西來講 醫道科技是再貴一點的 那所以呢 就我先看著那70元 我不反對大家買的 那就是 如果你說 只不過你是短時間 就吃了一戶而已 就是你說你比起我909 那樣 那現在穿頂了 那接著你怎麼看 那看著60 那看著而已 就是譬如2013 那如果你說你是在想2013 你是在想909那些 那些 你不知道怎麼看頂的話 那21500就可以試一下 嗯 好啊 就是21500 都要有上市的空間 有一點點醫療概念的SARS股 那時間差不多 我最後呢 就幫忙 Houhouc 因為今天也有幾位 家庭觀眾問到 我也有的可以自家 6690 但是近期 你不可以說它是 差 但是是 跟不到那個遊戲 所以大家就 會有這樣的感受 它26元有貨 應不應該吃股呢 它低過我 沒有分別 我還是在看35元 是的 不過只不過我們 真的等而已 是嗎 是要等 除非你自己真是很有信心 有其他股份 覺得快去很多 否則我不會這樣轉 我也都看到 有幾個指標 開始好一點 我開始很放心 例如呢 連登沒有什麼人說 開始 那個帽子 靜了 你說那個人 不是說 300元 可以300元那個帽子 它不可以 那我就覺得 反而好 不如 靜靜地 我覺得是會回到35元 我就沒有什麼變化 好啊 那最後 要多謝這位家庭觀眾支持 一定要 小虎 是的 75 六八 喂 蠟子看反向 我沒有記錯 蠟子看反向 兩倍 蠟子看反向 但是它又 可不可以慢慢收集 所以我猜它是 現在覺得 看美股 那個蠟子 是不是頂頂的感覺 你可以先試一下 不會太拼 不會 因為你可以拼的一件事 就是 拜登一上場 那些所有東西 就開始 sell on fact 即是短線 不是說看到它轉勢 是的 你可以這樣去試一下 所以 這段來說 我覺得 你可以這樣去試 但是 就試一下 試一下 因為蠟子 這樣的升勢 或者這樣的走勢 我已經是叫大家 不如這些保險都不買 如果你是保險的 我也不會叫你買 這段來說 你直接拼一拼它 看看有沒有這些 短線部署在裡面 好 那似乎 拼一拼的短線部署 小虎你這個想法 是有空間在 尤其是今晚 真的有上任 沒錯 這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 也多謝 黃小虎的支持 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也有很多網民 今天看著我們這個直播 多謝大家支持 也要提提大家 我們2021年的投炮 投資課程 反應非常之踴躍 而早了一位 其實就去到 這個星期五 所以時間 你是不是會穿西裝 大家想看我穿西裝 我就穿西裝 不知道 大家告訴我 想看我穿什麼 不要穿泳衣 他們一定不會穿泳衣 但泳衣 不好意思 我給你一個服 我給你一個洞 你踩 經常跟我說 我跟他們說 直播人數 正在看直播 即時直播人數 過萬人 那就穿泳衣 過萬人穿泳衣 我們今天有1500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記住 因為James和Dennis 不要亂開 過萬人 沒怕過 直播什麼 不如在節目裡面 買一批海帶去吃就算 為甚麼 開心一點 再改被人砍 OK 好 今天謝謝希少 我們遲些星期三都會再見到希少 希望大家今天繼續可以賺多些市場 可以保持著這個聲勢 明天同一時間1點半鐘 繼續支持五市新戰線 拜拜